游哥年级学生轮流带来精彩的表演 从歌唱 躲轮车 乌克利利及陶底的演奏 意义地展现学生们在校学习才艺的成果 各班级老师平时用心指导 希望让家长们留下美好及文心的回忆 表演了 躲轮车 乌克利利跟陶底 希望妈妈看了会很开心 妈妈谢谢你让我来上学 让我在学校快快乐乐的长大 乌克利利跟陶底上课的时候都会点 希望要让妈妈看看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状况 妈妈你辛苦了 谢谢你每天照顾我 帮我做早餐还有晚餐 妈妈母亲节快乐 疫情的关系 家长无法进到校园参与孩子母亲节的活动 在学校老师用心策划下拍摄了母亲节影片 希望表达感谢母亲含辛如苦的付出 以启发孩子感恩的心 引导孩子以具体行动回馈 包含了学校的独轮车表演 还有学校的特色的社团乌克利利乐团的表演 小朋友在艺文生根的课程陶底 比如说小朋友的做给妈妈的卡片 还有我们做给妈妈的手工罩等等的 就是希望虽然说疫情期间家长不能进到学校来 但是学校还是希望透过母亲节的活动 让小朋友知道要孝顺父母 要懂得感恩 然后也感谢学校的老师呢 带着小朋友一起完成这些的表演的节目还有作品 学校也准备了孩子在校学习照片及孩子们动手做的作品 先议员蔡明轩感谢学校用心规划 鼓励学子爱要及时表达 并把对母亲感恩的心化为实际行动 感谢我们的校方这么用心 也要感谢我们家长跟孩子都能体谅 我们没有用实体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一面 用透过线上比较不一样 透过3C数位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个回忆都可以保存起来 感谢我们校方这么用心 也要祝我们的所有的妈妈们和母亲节快乐 虽然疫情严峻 公开活动暂停 但在伟大的母亲家节前夕 永康国小透过线上影片播放的方式 祝福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健康喜悦 记者洪一轮中疗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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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